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少少而为了解我们新上款的 画龙村的十房茶 还有我们的老江香酒 的确是不错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个节目 来谈谈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的习近平的极限思维 到底是什么个意思 这是邓于文的德国之声 发表的文章 他题目叫做 习近平的极限的思维 是什么意思 总的一句话 习近平现在在高级干部中 做极限思维的动员 是因为习近平已经清醒意识到 终有一天中美的对决 都会到来 也就是习近平口中的极端的思维 简单讲就是指极端的情况 这一旦事物按照某种趋势 走入极端情况就需要有准备和应对的方案 哪儿也不排除 自己主动制造一种极端的情况 以展示他的决心和力量 那么习近平的很多话 包括呢 极限思维 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底线思维 风高浪急 惊涛外浪 以前讲过的恩赐 这是党的文件经常使用的词 极限思维 的确是他第一次提过来 引起敏感的舆论 专注不气坏 大家都感到他想干嘛 那么习近平提出极限思维呢 学习时报 中央党校 写了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 这是目前唯一能看到 中共官媒唯一讨论极限事务的文章 这文章说 什么叫极限思维 极限思维就是把所研究的问题 或者事物推到极限状态下 进行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 那说白了 就是在出现极端情况下 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既要考虑力所能齐 又要考虑力所不能齐 所以树立和坚持极限的思维 就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往好处努力 做最坏的打算 是极限思维的本质要求和主要内容 这讲得很明白 想了最坏的情况 开始要做议案 那么我们也知道 现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况很罕见 发生的概率很低 人们一般不会去想到它 更不可能为此去做什么准备 可是一旦遇到 就很可能是惊涛害浪 甚至灭顶之灾 对个人对集体有非常严峻的考验 当然极其极端的情况 针对不同个体的禽兽力来说 也许假 面对的极端情况 对以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极端情况 就特定个体来讲 比如说像习近平这个人 都要他发挥能力的极限 去应对 否则不能成为极端的情况 在这个意义上 应对这一类的极限 情况的极限思维 和习近平常说的底线思维 是一个意思 当然两者也有区别 底线思维某种程度上 含有道德的意涵 使社会多数人认同的 面对某种情况 都如此想如此做 比如说做人要底线 这个底线意味着做人 有个某种基本不能够突破的界限 就是说不能害人 国家不能遭受侵略等等 底线在这里面意味着 绝对不能退让 你如果触到了这个底线 个人而言会给你拼命 国家而言会给你干仗 请一国之力跟你打一场战争 那么他认为习近平的底线思维 指的就是遇到这种不能够退让的情况 要有准备和预案 他已经把最糟糕的东西都考虑在内 当然我们也知道极端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少见 底线经常被挑战是常见 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就是对国家底线的挑战 因此存在一些问题 原来被视之为底线的一些限定 在遇到挑战被放弃了 比如说中国的台湾问题上 画了好几条的底线 但有些底线就被美国人破了 中国就不再坚持 或者坚持也没什么用 对台军售啊美台高级的回稳 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的底线 现在好像也没什么招 就是说呢 底线是可以变动 不同的情况和阶段 底线是不一样 在一些文明中 有些是底线 在另外一段文明中就不是 一个阶段是底线 另外一段也不是 所以底线思维有时候是 考虑不同的条件和阶段 不能够极限的应用 这个呢不是 这个又不是习近平所谓的 底线思维 只有那些在任何条件和阶段之下 都不能破了底线 才可以升之为极限 哎呀 这好像上物理学一样 和底线思维不同 极端思维 包含这些意思 面对外部的挑战 运用自己的力量 主动创造和制造一种 极端的危险的成果 向对手或者敌人 展示自己的意志决心和力量 以吓退对方 在体育竞赛中经常看到 运动员的最大的比分落后情况下 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 反超对手 夺得脚牌 在国家关系上 也不怕这样的案例 当一个国家 一个人 显示逼死的决心 如果对方没有这种 即死的决心 一般都会吃来而退 他认为习近平讲的 极限设计 有上述的一些两层意识 对一种极端情况 要有最后的打算 又敢于发动 照斗争精神 主动去创设 一种极端的情况 而所谓的奇异观的情况 虽然也针对国内 但主要是外部 外部的安全 中国很多实际情况来看 内部的安全 不一定是很多 可是以目前掌握的 专政工具和手段 足以应付各种黑天鹅 灰犀牛 他们不会对本质的 统治根基造成实质的冲击 习近平主要防范的是 中国外部环境的不安全 风高浪急 惊涛骇浪 针对的是外部的不安全 尤其是台海 南海 边疆少数民之问题 所以他要求所有的干部 都要对任何出现极限 极端情况的事项准备 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表现 跟美国军事上的对峙 已经有表现 他不能够忍了一步 他对美国的抵近 侦察自由航行不想忍 他认为解放界的海空力量 可以主向美军的行动 但是要制造一种规矩 让美国意识到 无所顾忌的对中国 进行抵近观察 侦察自由航行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从而让美国打退堂 因此现在要解放军 以一种在美国看来 不专业的危险方式 去拦截美军的侵机和侵舰 逼退美军 如果美军失去 从此不再对中国 抵近的侦察 他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军队的威信 中国军队的力量 如果美军不失去 坚持还要来 在中国的家门口示威 下一次的拦截行动 可能会更加危险 因此不排除出现 插枪轴 考虑到这种情况 美军今后 是不是会减少 自由航行 抵近侦察的品质 或者全部的停止 我们可以看看 习近平这个极端的思维 有没有效果 习近平在国安会上表示 要以新的安全格局 保障新的发展格局 主动的塑造 与中国有利的外国安全环境 但是不管是被动防守 还是主动塑造 极限状态下 抵拼的是意志和决心 要求超强的抗压能力 你做到这一点 才是一种极限示威的表现 到了习近平现在的高级干部中 做极限示威的动员 布了这个局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 终有一天 中美的对决将会到来 中国的外部环境 肯定会出现惊涛骇浪的变化 这个是邓于文的文章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他比较完整的阐释的 极限思维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这个阐释 有助于了解习近平的思维逻辑 和思想方向 第二 如果中美对决迟早要来 这就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惊涛骇浪的变化 此时此刻的针锋相对 唯一的破口还不一定是南海 很可能是台海 在台海问题上绝不退让的态度 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步步进逼的策略 其实已经奏效 第三 狭路相逢永者胜 这符合习近平个人的性格 第四 邓于文研究极限思维 底线思维的区别 我感觉还是做了功课 我只是有点怀疑 习近平的极限思维 真的是如此理解吗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谢谢大家